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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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13层楼塌了吗 说这是开发商的行为艺术吗 说扶起来洗洗干净继续卖 什么房子没有倒 他只是在做俯卧撑 还说什么变形金刚到上海了 好家伙 还有网上还有大量的库索图 就是把那个就变形金刚啊什么跟他组合在一起 甚至把富龙姐姐跟他组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库索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帖子说这个玻璃居然一个没碎 说造玻璃这厂是一个不是以前有猪坚强吗 这是坚强牌玻璃 然后还调查出来说在浙江的一个什么义乌的一个小厂里边 说这家本来都倒闭了 说旁边那个就是都都企业本来要盘过来一家养猪厂 是不是再继续扩大生产 但是不行 说的这个玻璃卖不出去 这一下出了名了 说以后就扩大再生产成变 全世界观众中国制造玻璃 后来听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搞笑的 但是你知道就是 当然咱们这个政府非常重视是吧 严办此事 然后出来了一个调查结果 但我发现这个事啊再起新闻 确实因为这个调查结果 又弄出来一个网上 这个2009年度的流行词叫压力差 我听懂了 我这个外行能听懂 就是说这个楼啊 他确实说是建筑设计结构没有问题 各方面符合规范 那么为什么就是塌了呢 说这个楼吧 他一边有堆土 堆堆的工具挖什么土 堆了有十米高的土 这个土啊不是有压力吗 这头压着 说那一头呢 这个挖洞挖车库 挖车库挖了有4.6米深 你看咱能想象是吧 这边挖一个洞 这边一挤 倒了 说超过了他的抗测力 构成了压力差 夸奇 但是这个说法 现在网上质疑很多 这个海外的 美国的和加拿大的工程师都认为 因为我们都不懂 那我看了一些文章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首先是这个 它的强度是这个装 这个装的强度肯定是不够 因为我就看日本人比较认真 他说那个直径啊 那装露出来的直径 他都看得很细 说本来直径应该是2米 这个呢是只有50到60厘米 所以肯定是太细了 而且里面的钢筋特别细 就像铁丝一样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 他所打进去的那个土啊 是一个问题 因为上海那个土就特别柔软 这个土就像 他有一个人形容就是说 他就像筷子擦在豆腐上一样 你看他能称 这个土能 它的强度 它的硬度 它没有这种凝结力 所以他就这个稍微有点问题 他就马上就 反正对这个专家结论是普遍不信任 最夸张的一个笑话就是说 说要照这种压力差 能把这楼推倒的话 那就说 那个喜马拉雅山那高度 就能把印度整个推倒 就没印度 你知道还有一种啊 叫自杀论 他们给我找来这个韩寒写的博客 说是什么呢 这个莲花南路 莲花河畔小区 倒塌鉴定报告如下 他这是调侃了 一经过鉴定 该楼属于自杀 跟相关部门没关系 二该楼自杀的原因 是两侧压力太大 也就是说该楼生活压力太大 三经过鉴定 该楼建筑符合要求 也就是说该楼生理过关 心理不过关 四经过鉴定 导致该楼倒塌的重要原因是 该楼一侧堆土十米 另外一侧开挖四米 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这是开玩笑 但是您观景的您家就住在附近 这事引起你什么感想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肯定楼的质量我觉得是有问题 现在就像楼的上面那部分 暴露在外面那部分是做得不错的 而且你看它倒下来连玻璃都不碎 当然它倒下来肯定是一个土质很柔软 就像倒在一个棉花滩上面 震荡度也不强 不是那种脆性断裂 但是另外一种意义上就是它的隐蔽工程 它的隐蔽工程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隐蔽工程 隐蔽工程你看不见 你看外面非常关心 你知道 这就是一句北方话 驴粪袋表面光 我以为你说的意思就是隐蔽的是 后来不是人肉搜索以后 引出来另外一个意义不到的 梅龙镇的 这个龙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官僧 这个结合的问题 我发现现在人肉搜索 当然有的时候很不精确 现在我发现人肉搜索 它也自我调整 用使用的语言 也开始精确起来 比如说有一个叫什么呢 什么静德 缺静德 说这个公司 它的一个股东 然后跟这个梅龙镇吧 的镇长助理同名 说什么同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吧 就是他 不是说简称缺德吗 就是他是吧 缺静德 缺静德 是第二股东 还有一个第一股东 叫张什么琴 反正说 这是第一大股东 是原来的这个就是这个梅龙镇的征缔所的所长 好像 征缔所 征缔所是吧 所长 所以这个官商结合就是太 他原来这个企业原来是三产 改制以后变成私产 然后他们都纷纷露骨 对 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官员成为这个开发商的这样一个奇观 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想是这文学 而且不仅是开发商 他还是建造商 他又是建造商的股东 所以全是串在一起的 自己开发的东西 然后就给自己去造 我就说这以后这小说真是没法写了 这真实发生的事情 比小说你编出来都不信 首先一个楼倒了像玻璃盒子一样 然后从这后边又引出这官商结合的故事 就像那种文学那玄建小说里边说 某一个豪华酒店里边死了 有一个女师死了 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一个比如说是吸毒死了的女郎 然后一一一一进度一一看 后边还有个什么高官跟他是嫖妓的 然后那高官又有什么什么事 就扯出来一个一大套一部小说 这是真的呀 玄疑小说 玄疑小说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任行广告之后见 我干这么多年这个新闻工作呀 我就发现啊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咱们现在社会的很多事啊 就你最好别出事 为什么谁都很害怕呀 因为谁都经不住查 嗯 就是任何一件事 你就要搞出来 对吧 你就查吧 一查就拔出萝卜 带出你这个黑幕 越挖越多 越挖越多 你就是就跟那个 就说那个什么 周九更吧 有一什么房产局长 招谁惹谁了 抽了一盒 比较贵的烟 好 查他 一查 判官 你就他这个楼也是 你我就发现上海的媒体记者一查 说这个楼 这当年他拿到这个第一块 这个价钱是要邀标 你这什么叫 就是政府啊 邀请这个邀标 自己给自家人 哎 然后邀来之后的价钱呢 是现在算起来就大概是每平方米604块钱 对的 而同期公开招标的话 每平方米大概得将近2000块钱 就差这么大 然后这个楼卖说是 攘到外头卖一万八亿平米 对 你想想这个 均价一万四 均价一万四 而他的开发的成本是2500 暴力 暴力 暴到什么程度 嗯 但是现在不是说 都要人家要赔钱吗 呃 现在就说他这个公司啊 呃 只有什么2000万还是几千万 就就 就要要要赔 如果是全部要赔的话 他们说得拔7个亿之多 是吗 嗯 嗯 就是这个就是用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个 买房人的这个钱来进行开发 实际上是这样 对 天呐 你说上海人那么小心的 碰见这事 我觉得他们的反应特别大吧 呃 是吧 上海人呢 他很讲 他比较熟 他讲什么德方律啊 什么什么朝向啊 这个他讲这个东西 嗯 但是呢 再怎么讲 你讲不过发展商 开发商啊 他呢 他那地下给你搞些名堂 你搞 你看不清楚啊 你上面看得很清楚 看很仔细 你甚至每一扇玻璃是吧 每一个角落你都看得很清楚 可是你就不能把图啊 看了看他的那个装机啊 你看我这个找一个装装师傅是朋友介绍的 这个是信得过的是吧 确确实挺好 然后他私下里跟我讲 我听着都甚得慌 他就说 他说你比如说现在的有一些吧 装修公司 他门面大 他说可是你也不要以为都是他呀 他也是分包 他一样也是分包给这些个什么什么什么装修队 他说其实有些时候你说这个装修质量差 你也不能怪他 因为这个中间环节一层一层吃的太狠了 他说那么吃到最后这个分包的装修队头上 他简直干活不赚钱了 那么于是他怎么办 他说好 你比如说你要我要油漆 现在有的那个业主怕你猫腻吗 对吧 我自己买去行吗 我自己买进口的什么什么漆 他说你买回来 你不能24小时点看着吧 没错 你走了之后 他把你的漆到另一个桶里 他拿你的进口漆去卖 他给你刷上 而且尤其是墙里头的这个管线 电线 他用什么 你可不知道 我自己有过装修的经验 就前几年在北京买房的时候 就因为听了太多的这种故事 你完全 所以后来我就走了一个最土的 最传统的 就是找了一个亲戚 正好是开装修公司的 虽然是个小装修公司 但是亲戚嘛 嗯 他不会坑你吧 然后就然后这样 然后呢监工呢 就是说他是包下去的 包工队的人你没办法呀 然后他呢 当然因为是亲戚 他又找一个他跟他很多年的信 过的一个包工头 这个人呢 是会比较可靠的说 哦给亲戚装修 给老板的亲戚装修 他要不能太太太黑了是吧 然后这个工厂是买材料的人呢 我又又就是又又找了一个就是等于是我们家的什么就是阿姨的老公什么这样的 然后他呢又会因为这种关系就会给你真的现场在摊着 我从能把控就这么一个小小公寓的装修 我就感觉到哎呦 你要不用自己人的话吧 最后你拿的就是一豆腐汁 可能据说说北京的装修率是五年以后你装修就全报废了 墙壁也塌了什么灯什么电线全都墙后边搭的线你完全不知道啊 你就甭说装修了我就跟你说这个很多文学里的说法现在都成了真的了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就是上海他楼之后这网上夸夸夸又说西安一个楼你瞧那墙没有 你们看这墙咱们过去有句话呀就是你这墙啊跟纸壶的似的 是纸的发现蜂窝状是纸 然后你知道人家这个脑了吗脑了这个有关方面的人还解释说我们这个材料啊是一种环保节能的新型材料 我说这是纸啊你说真能这么干因此我最近呢就 你知道比如说咱们在电视上讲是吧我就得说中国大部分是好的是吧 这个这个少数是是不好的 可是最近我有一个香港朋友他到北京住我就发现呢真的你自个的朋友我知道这个话说出来呢肯定很不客观肯定很极端 可是我要真拿你当朋友我的香港朋友到北京来住我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我就说大部分都不靠谱 你明白吗我只能跟他这么说就我知道可能叫公开讲是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对吧你怎么咱们中国怎么可是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你一定得小心不是说就真的是这样 可是我一定得这样提醒我的亲朋好友这地方大多数都不靠谱 现在有一个说法就现在的房子就新开发的就新建筑浪潮以来新开发的这些小区它的实际上寿命就是最多三十年啊 就房子本身就三十年 三十年寿命 天哪 而不是我们想象的七十年就是那个那个你的那个使用期七十年他能够活到七十年甚至比这更长是不是甚至你上百年没有这个可能性 太可怕了就是等于在我们有生日间就正好我们老年时候房顶就塌了 你看见他这个在俯卧村了 俯卧村现在都成了流星雨 哎我记得大可星原来专门写论文啊就讲这个中国人有一种狂欢现象 嗯我发现啊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嗯就是你比方好比跟美国人相比哈我老觉得美国人呢真出点什么事他当真的是很义愤很干嘛 我记得原来是刘刘索拉都曾经说过他说你看北京人是什么对那个卖卖西瓜的下了大雨道路都泡了水西瓜都飘起来了他哈哈大笑他高兴有一种看他戏的感觉他生活就是戏嘛 对你看上海他楼这家伙大家旅游参观一个礼拜 对他本身就太有戏剧性了这本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中国人因为经常生活这种的戏剧变荒烂的场景里他的语言就有这个比如说我们说这事没戏 这外国人说是什么叫没戏啊用英文翻过去是不通的你知道流瘦 对实际上这里边暗含就我们的至少北方人的这种生活哲学就是说生活就是一场大戏啊 这这这这事办不成就是没戏反正都是戏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很潇洒的人生态度啊你看这么严重一个官商结合的事要美国人且得调查你这公务员呃经商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我就说咱们对梅龙镇查出这种事那马上一套的法律程序就会来可是我看网上看的这种评论都是什么啊 啊这不差钱就是因为不差权嘛啊不差权所以不差钱就是小沈阳的那一套出来了你知道他也就这么一说因为觉得好像这种事到处都有又能怎么样呢好像是看惯了最多也就是一场狂欢而已 当然上海人的这一次就是上海我觉得这个市政府现在比较恼火的就是因为昨天韩正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要从严出义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很丢上海人的面子明明明年就是世博啊 在最近最近最近这段时间呃高架这个这个这个主要的道路两边的建筑都在粉算 像我那张楼有一张就是在上海那个叫外环路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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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枢纽的口罩清洗啊 从上面垂着绳子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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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在那里拼拼洗 要不不能洗它因为它是那个右面砖它就要清洗 如果不是右面砖就重新粉算 都在干这个就是面子工程一定要做好 就临阶的都要粉砂一斤 临阶全部粉砂一遍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面子上的一个过不去 他就是说这件事这楼倒塌 大家更关注的反而是这个楼倒下来质量问题 而不是背后这个官商 他就觉得好玩 就是所以那么多人在那里看什么呢 其实就是大家看完以后回去成为一个饭桌上的谈资 非常好的谈资 所以咱们中国人就讲天下多少事尽负笑谈中 聊完就得了 枪枪三人请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一朋友给我发现在手机短信啊 无论是做菜的还是做爱的 放心的肉越来越少 无论是婴儿喝的还是成人摸的 放心的奶越来越少 无论是家禽下的还是男人挂的 放心的蛋越来越少 无论是饲养的还是应招的 放心的鸡越来越少 哎呦我这假的太多了 我都前些时候我手机上收过一个段子 不是段子 就是真的就是你不是老有什么呃 我们公公司可以给你假发票 这回说我本公司可以给你那个假的卡 就可以复制别人的手机卡 复制以后你可以看到 听到别人的隐私谈话 看到他们的隐私的行为 而且这卡我们保保证安全的送到你家 你说就到这种程度 后边还什么电话号码 黄总就黄色的黄 我当时真想动一心说真打过去 这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公司 真干这种事 他不怕警察抓他吗 但是大家都习以为常 你知道就是这个他们给我看张照片 我觉得都这也就说明了 你刚才讲这个所谓这个面子 我就说驴分袋表面光 就是有个网友上传了一张照片 说是在一个农村地区 临街有一栋小楼你知道吗 这个楼啊只有一面墙 只有一个门脸 说这一个门脸 说为什么只能那边没有 是吧就是这个一门脸 他们说开始说是什么呢 这就是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 为了迎接领导检查 就是证明农村新农村的建设 就建一个楼面 但是后来他自己又澄清 就是说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相信 这是面子工程 其实后来说不是 是一个农民的那个自建房 而且这个照片拍的角度啊 这边是只有一点五米宽 那头还有五米呢 他就是做一个小商店 但是我觉得也很危险 他那个楼啊太窄了 所以我其实这个联想到 就是说他们说 当年香港那个导演就是徐克 他拍呢就是好多那个景啊 说说那个都是很多很快速 要很多场景换 但是他香港那地方 没有那好莱坞那么大场景的地方 所以他所有的道具就刷一面 比如这个人来了一面楼前面这一面是刷楼了 然后一个椅子吧 这椅子只有前面有那块宝是真的 有后边都没有 你知道人过来就完了 马上就换掉 所以他才能弄得起 我有时候觉得 这是不是其实是一种 这跟上海人说的 因为这个地 上海人最擅长干这个 我是上海人 我太知道了 我文革时候我们穿什么 穿假领 假领就穿不起衬衫 我们就用一个假领带在外面 是吧 然后再穿一个毛衣 这个假领 白白的 没错 一切凉的 露在外面挺好看 没错 咱们那个时候 我从小穿这个长大 上海人老有新衬衫穿 这个还不是49年以后发明 原来三十年代 在马路天使里面 你看造单就已经穿了 就在那个年代 一脱了之后跟个胸罩似的 没错 其实前不久在那个石盒子 我不是刚从新疆回来吗 石盒子他们那个旧照片里边 就是说那时候那个女的都有一个假领 就那些女工们到了那儿 把全都得穿的跟男的一样 只有蓝制服这么一点 为了表现一点女性的特征 就做一个花领子 花毛线自己打的领子穿在那儿 底下其他的全部是男性化的 其实我还挺喜欢上海人这样 就是他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 没错 还有点讲究 对对对对吧 其实这个我觉得 他呢对生活的那种 对对对 就是在 美好的这种追求 对 还是爱生活的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从两面来看 一方面 他是对生活的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就爱虚荣的这一面 对 现在我们做这个楼也是这样 你在屋楼表面的 一面上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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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